大家好,我是阿勇 本期视频分享一道家常菜,自然平菇 首先我们准备一盆清水,加入少许的食盐 搅动化开后,我们先放到一边备用 下面准备平菇500克 我们先用刀给它切去根部 下面再把平菇撕开,放入盆中 由于买回来的平菇的种植特性 表面会有一些杂质 盐水泡洗也有助于杀菌 下面我们把平菇给它淘洗一下 淘洗过后,我们用淡盐水给它泡上五分钟左右 五分钟后,我们倒掉盐水 再次加入少许的面粉 由于面粉有吸附的作用 这样可以更好地带走平菇中缝隙中的杂质 清洗抓拌上一分钟左右 我们下面倒入清水,给它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的平菇呢,我们放到盘中备用 提锅添水,水开后我们加入少许的黄酒 放入黄酒是为了去掉平菇的菇酸味 有厚酸味,不在乎这个的可以不用放 根据你个人口味来定 下面呢,我们倒入平菇给它焯一个水 水再次滚开后即可控水捞出 再次冲洗干净后备用 下面呢,我们把焯水好的这个平菇呢 给它用手挤干水分,放到盘中 这样子一会儿炒这个时候 就不会出现不停的冒水的情况 下面呢,我们再准备绿椒少许 给它改刀切丝 现在看到就是准备好的西辣子面 葱蒜末,自然粉,以及尖椒丝 起锅,放入少许的花生油 油温六成热的时候 我们放入料头和尖椒丝给它炒香 下面呢,再放入辣子面和自然粉 这个时候火为中小火 大火的话会很容易炒 炒出香味后,我们倒入平菇 翻炒均匀 下面呢,我们加入蚝油和生抽少许 再次翻炒 翻炒出味后呢 我们放入一克白糖 两克食盐 一克鸡精 再次翻炒上六七八九下后 即可出锅装盘 这样一道自然评估就做好了 是不是很简单呀 生活多么不易 美食永远能带给你温度 你学会了吗 想探索更多日常美食 请收藏点赞阿勇美食小厨 阿勇将持续给你带来不同的美食分享 带来讲 这样一道 我可以顺便